编导,中医不传之密在云用量,古代江南医门世家密传上含乱,传方不传量,可见药量差别与疗效肝细肥浅。 本文看就药量药性的本质,阐述阴阳转变规律方式中医不外传之密。 关于药量使用,最近遇到一个案例,病人马上因早泻问着某中医,某医判定该病人是肝与导致的早泻,因为肝主中筋。 以书干生羊为主,开了一个房子,财湖,大参,福林,草白竹,包齐,九川公,玉金,桃圆,白口人,牡蜜,江半夏,干江,炙干草,黑腹片。 这房子实在看不懂,你说书干解语,逍遥杂,缺了当归,白勺,不可。 你说书干和伟柴贵疼,他又不是,你说归起补气血汤他又少当归。 最重要是甘育方计,竟然少了白勺,这重要的一样,病人吃了十几后,舌台由原来胖那薄白胎,变成厚白米还是灶台。 我不解,虽然房子我看不懂,但按中药要性配偶,表面看也是很热搭配,问他房子的剂量。 病人说,医生不肯给剂量,还是花了一千多才寄来十几药,不过这病人是很聪明,自己将要分类并称重裂表。 我一看,估计问题出,在房积配偶和黑富片的剂量上,重景的伤寒帮是按一间五行配偶,即内证检验过的。 标准配方柳金病,可以说不按金方配偶,想达到金方效果。 如果没有张景月的决定天赋,还是洗洗血吧。 这房子缺当归,生姜和白勺,黄蹄当归配偶是补义气血,疏通血路,生姜能解将带下制毒,白勺养血肉感。 缓中止痛,脸因养肝,黑富片用量达到三十三克,网络看诊只能看舌诊,没有经过卖诊和详细问诊,就开这个不灵不类的房子,还要黑富片开到三十三克。 我真是佩服这位网络中医,一般来说,大毒药物对疑难杂症重症有奇效,但要注意必须是重症,必须是偏僻少见的疑难杂症,才能弄大剂量的有毒中药。 如果一般病情,熟悉用到,建议是小剂量先是,药效不行再增加,还要靠患者体质来用药,病好极致,减低对病人伤害。 还是那句话,人在做,天在看,治病救人,时刻不得大意。 做医生,就注定要终身学习,人心元素,想赚大钱,就不要同意这一行了。 自古以来中医是医的神秘莫过于用药的神奇,而用药的毒刀莫过于阴阳的转变,何为阴阳的转变呢? 常听人说中医不传之密采于药料,其实药料只是一部分。 我说其实中医不传的,是药物的营养转变规律,为推广我中华国术,提高临床疗效特将天机,术于有缘之人。 营养转化大法,一,基本概念,以任何事物营养的属性都不是一定的,是随外界环境改变而改变的。 二,应用在致病中,首先药医所的患者为基本参照物,而后利药物的营养,而不是营养物本身确立营养很重要啊。 三,药物营养的确立是营养物的浓度,气味的厚薄,温度为基本变量展开的。 四,营养在药物中的体现,是营养变而变的,具体为重阴必阳,重阳必阴。 就是在一个胎极中,营养平衡时,阴是阳的二倍或者阳是阴的二倍,比如阴是阳体积的二倍,而同时阳又是阴质量的二倍等等。 无改变物质的量,就将改变了物质的营养属性,在一定范围内。 二,举例应用,如意人体温为三十六,八度,你给它一杯水,如果水低于脂吧,四度就是去阴性的水,因此向下,向离,你喝下去觉得肚子里很凉快,那水对你来说就是大胃的良药,为什么是大胃的呢? 这是与你身体的酸减度对比而言的,但如果你喝的是七十三,六度以上的热水,那水就是趋于阳性的水,阳则上行,趋于表,你喝下去一会就出汗了,那水对你来说就是大胃的热药,同样是水同样是一个人,温度变了,药的阴阳属性就变了。 其实中医很科学很简单,其实内经中讲的药,也就是参照点的改变,一样的药在不同人身上药性不同就是这个道理。 中医难吗?很难不告诉你这个原则,你光研究药,那你研究去吧。 这一辈子,未必能精通几位药,人有五百遍,有八万四千眼,你就是穷其一身也不能精通多少。 三,阴阳法则,阴阳各自有不同的运动规律,不可完全混淆套用,阴阴性而变,阴变而勇,如未知伯者为清阳,清阳出上窍,未知后者为酌阴,逐阴出下窍,逐气之后者为阳,气之伯者为阴,阴有气之伯者为阴。 所以有浮云立水,而下行之功,阴阳装便凡此种种,阴阳不在要性,而在人心,人使之阳则阳,人使之阴则阴,至此则阳无有阴阳仪,至此可至为何自阴寒良一派,与火神一派,又要天差地别,而能各自取笑。 而后被仿制则不孝而多出篇,时为的真传也,今有仁者得知,仔细玩味,刻造福一方,阳谋国术,振兴我中华,不入其皇之旨,以上请为大言医药浅见,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仁心来用药者之心,用药之人要明阴阳转化之理。 正所谓阴阳同根,如举例的水,你要它呈阳性,它就是阳性,你要它呈阴性,它就呈阴性,全在人应用,心通阴阳转化之理,可无药不阴,可无阳不阳,故要已无阴阳,而阴阳在人心,再比如咖啡,少量喝时能促进睡眠,多量喝时就是兴奋了,有些人体质不同,多喝促进睡眠。 少喝却兴奋,奇妙啊,记得王宏徒在讲内经时也曾感言,失眠与多眠用的方子,是一样的都很有效,那剂量却相差很大,就是这个道理,常言道物极必反,就是阴阳属性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了,终于是取向笔类的科学,多观察自己的周围,随处都是大道。 在学中医的方系组成及其变化时,曾听到过一位资深望重的老中医告知,中医不传致命的云药量,同一种中药,用量不同,作用不同,甚至可以完全相反的作用。 个体不同,剂量也会不同,例如,黄旗,其力量作用在20颗以内明显,30颗以上就趋向抑制,7对血压影响,15颗以内可升高血压,35颗以上反而降压。 有济湯症症状时,用极黄旗,无济湯症状,则用生黄旗。 柴湖,在小柴湖汤中微剧药,用量大于其他药以备有余能透鞋外出,而在小瑶散中微成药,用量与各药相等,起疏干解律作用。 在补中一气汤中为佐药,用量极小取其生举清凉的功能。 白竹,常用量能健庇纸线,大剂量用至30到60颗,则能一气通变。 红花,少用可养血,烧多则活血,再多则能破血。 柴湖,用三颗易疏导干木,用至15颗以发散风热,清理头目。 柴汁,用量不到5颗,取其温通阳气,增加膀光气化功能的作用。 用至10颗,则温金散行,解极八表,一区处在表之风邪。 穿凶,小剂量可使子宫收缩加强,大剂量反而麻痹子宫。 此时,小剂量能使心脏兴奋,大剂量使之一致。 不一一例句,中医治病带根本不是病,而是人,而每个个体的差异不同,用药剂量也会不同。 要性医疗没基础,胃不易,剂量,方剂组合,人体环境的都会影响药性发挥。 此为变异,变异才是用药最高境界。 中医治病带根本不是病,而是人,而每个个体的差异不同,用药剂量也会不同。 一句开为中医经典总结和升华,要性阴阳论,要有气味,浓宝不同,清中不等,含热相杂,阴阳相混,或气一口味书,或味同而气异,清阳发凑离。 十四支,清之经者也,浊阴走五脏归六腑,浊之浊者也,清中经者,阳容于神,浊中浊者,坚强骨髓,起为阳,起农为纯阳,起薄为阳中之阴,起薄则发泄,起农则发热,未来为阴,未农为纯阴,未包为阴中之阳,未博则通,未农则泄,清阳发散为阳,酸苦勇气为阴,但未盛气为阳。 酸苦勇气为阴,心甘淡之热者,未阴中之阳,酸苦咸之寒者,未阳中之阴,如浮灵淡,未在天之阳也,阳当绍刑,何为立水而卸下,内经云,起之薄者,乃阳中之阴,所以立水而卸下,然而卸下一步离乎阴之体,故入乎太阴也,麻黄嘎,为在地之阴也,阴当下行,何为巴汗而上升,内经云, 内之薄者,未知薄者,乃阴中之阳,所以发汗而上升,然而生上,亦不离乎阳之体,故入乎太阳也,父子气为巨浓,起心热,乃阳中之阳,故晶云,发热。 道黄气为巨浮,起心烤,乃阳中之阴,故晶云,卸下,但竹乃阳中之阴,所以立笑变,苦茶乃阳中之阳,所以清头目,要有寒热温良平和智气,心甘淡苦酸咸之味,生相浮沉之性,寻通补屑之能,内经云,补屑在味,随时换气,故生亦散之, 暂其在表浮日也,甘以化之,换气淡热大寒也,淡以慎之,慎其内湿,厉小便也,苦以泄之,心习上升之火也,酸以收之,收即凝散之气也,咸以软之,软气造结之火也,春气温而已用凉药,夏气热而已用汗药,秋气凉而已用温药,冬气寒而已用温药,冬气寒而已用热药,此刻四时之症而,若病与生来, 又不拘此力也,假如夏月即发散,狗表示急重之症,虽又麻黄一两何方,其余可以力推,并在上而已用生药,并在下而已用降药,并在外而已用浮药,并在内而已用沉药,故今云,生降浮沉则顺之,未顺其生降浮沉药未知性也, 中医时间关于用药,再是用药符合中医阴阳学书的观念,以及人体内阴阳变化调节的规律性,是根据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对人体的生理疾病理的节律的影响, 结合人体的气机的升降和隐蔚的运行规律,考虑药物的升降,浮沉其药物含热闻量四性,浮沉与曲鞋疾病鞋的未知的,通过选择最佳时间用药,以使之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,并渐轻毒副作用,和降低使用剂量的一种方法, 数问六节藏向落约,今后期时,既可与期,时时反后,五致不分,鞋疲内生,数问藏其法时论,云,和人形以法四十五行而至,指出疾病要顺乎自然, 在时,素问次月乱灾,而致虐先发,如实情乃可一致,过之则是时也,次然气候由于五月太过不及和六期四现在成的变化,对人体发病有一定的影响, 在时应考虑到运气的变化,三年级一并帮论根据岁年月刻起的变化,提出了每年的主用方机和二十加减法, 如成物之岁,主用尽顺方,加减法为大汉至春分之父子,加苟其子,春分至小满,元方加苟其子,小满至大树元方之父子,木瓜,干江,加人参,苟其子,地鱼,白纸,生姜,大树至秋分元方加十六啤,秋分至小雪元方不加不减,小雪至大汉元方去牛西,加当归,少咬,鹅椒, 如此严格,按时用药,表明因是失智在疾病中的作用,我国民老中医普普州,愿一九五四年在石家专一百股堂为主流脑,取得了满意疗效, 一九五六年,北京流脑大流行,医疗对效法普老的方法却无效果,然后请教育普老,普老认为,治病要了解岁月的变化, 一九五四年间气干燥,鼠热偏盛,雇用清泄鼠血法能获效,一九五六年湿气偏盛,鼠血家是为话,当清水泄热,通洋力是法,厌制果效, 运气学说即注意到了四十庆和往来寒鼠的一般特点,也注意到了各个年份在气候上和疾病的共同特点与不同点, 而总结出来的一套规律和推算方法,是终于独特的时间学,由于疾病不仅受到时间的影响, 还与生活条件、心理状态有那些关系,在运用时需要灵活掌握,不能极其照搬。 树温流源政绩大论就曾指出,用寒远寒,用凉远凉,用温远温,用热远热,热无法热,寒无法寒,的用药原则, 指出了用温要无法天使之温气,用热要无法天使之热气,用凉要无法天使之凉气,用凉要无法天使之凉气,用含要无法天使之寒气。 提出,春一吐,夏一汗,秋一吓,白骨汤立下后,立秋前乃克服,立秋后不克服, 等因继续法观点,李东元根据四季变化不同,几发病不同,制定了四季十方,春一补中一气汤,夏一青树一气汤,秋一生阳一气汤,冬一神圣腹气汤,等等, 如感冒,由于法病季节不同,而方法迥异,风花多渐于冬夏,一用麻黄汤,桂枝汤,风热多渐于春季即初夏,一用桑菊饮,吟翘散,感冒渐于夏季者,朝天暑热,一用香如饮,白骨人参汤,感冒渐于肠下者, 烟气汤多片蜀时,方一用三人汤,枪果胜湿汤,感冒渐于秋季时,烟气汤多片脏,方一用桑姓汤,姓酥散,就是统一症后发病不同季节,用药也不相同, 蜀风含感冒,冬天折用麻黄汁之鼠心温分含包汗,夏天气候颜色,凑理疏松,一汗伤精,麻黄就当慎用,一用经济,薄荷方汗力较轻的药物,蜀胜则用香如之鼠, 三月六月节律,辩证失智,越用药失智此法是根据病情,选择在一科月中的蒙集日进行药物,常用于妇女精, 但,胎,禅等疾病的,素吻八正声明论强调,越生无陷,越满无补,越枯空无治,是为的是而调之,认为越生之时, 机体气血空虚,不可施用三日之计,凝失一补一气血计,越满之时,气血充盛,不应俱补, 凝失一三日,屈邪之志,后施一架在此基础上,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对月经病, 带下病急不孕症等妇科期换的时间方案,中医月经诸病,都主张在月经来朝前七日开始, 智行经诗中指,这是因为这段时间,充卖越满之经血下注包工,包工气血逐充盈,功能旺盛, 此时头要能解包工功能旺盛之时,增强抗病能力,排斜外出,有利于调整月经节律, 根据中业变化载时,用要是中医时间去一大特点,并在这方面继续了夫妇的经验, 古人早已发现在自然环境中期变化影响下,人体阴阳气血的肖长肾衰昼夜变化, 因而用要因根据昼夜节律加减,调整,亦取得最佳疗效。 明学几家住妇人梁邦认为,补中健脾的补中一气糖,一肾赵阳的金贵胜气满, 一气质六菌子汤等温阳,一肾健脾芳药,应在清晨,上午服用效果最佳, 振治准生在鸡鸣杂有趣事化着,行喜借欲,通落出智灯功效, 应在平淡鸡鸡鸣是服用最好,又如择七套这可产病疲虚不适, 谁也类智者,一温服武和,智夜静, 群晨五菱散致黄胆病施重于热者, 应先是服方寸笔,于热三夫,十早当至玄影者要在平淡服, 夜天室林郑指南医院指出,早用温顺良之药, 万用不脾气之品,陈词顺阴,物件批阳,早辐舍纳下胶, 目尽唇干清早,举时遵循着叶解律, 选择最佳用药时期,根据不同阵型, 在不同的时辰投入不同剂量的药物, 以得天帝之望时而驱邪的目的, 五根据并未着实用药,并未在四肢者, 以清晨控复服,早举后人体四肢血脉流畅, 有利于药力抵达病锁,被人体迅速吸收, 发挥疗效,并未在药以上者, 以饭后服药,饭后服药可减少药液渗入大肠, 利于药力上浮而接近病脏,并未在药以下者, 以饭前服药,饭前服药药物不被饮食阻止, 有利于药性迅速下沉吸收抵达病处, 并未在骨髓折,一夜晚约二十一时二十三时服药, 此时人体代谢活动,气血运行趋缓, 药物在体内代谢也相对趋缓, 药效相对延长,有利于肾脏和骨髓吸收, 六根据药性,功效宅食服药,中药具有癌, 热、温,两四种不同的药性,临床用药时, 热性,温性药,一生药液为热食服下, 寒性,良性药,一药液冷却后饮服, 此服药之法,取其寒则热之,热则含之之理, 即寒性病用温性,热性药而热服之, 以加强药物的温性而提高疗效, 热性病用寒性,良性药而冷服, 以达到更好的降温和泄火作用, 发汉节表要以五千福,五千为人体良中之阳分, 此时可以发汉,增强要跳, 王豪古在此事难之中说, 汉无太早,非欲早之早, 奈早晚之早也, 未当日无以前为良之分, 当把其汉,五厚因之分也, 不当发汉,顾虑汉无太早, 汉不厌早,是为煞工, 以气生良要以五千福, 五千为良气生法向善之计, 投以生福之药, 有利于良气的提升和驱除病邪, 催吐药以轻沉浮, 此时服药借良气上升外达之计, 加强要物上达外透着力, 使邪外出, 利水甚至要以轻沉浮用, 此时人体胃内, 以基本排空, 投以利水药物便于体内吸收, 加至人体此时阳气渐渐生发, 有助于气化水时, 以增强要效, 驱虫氧和卸下药以五后, 晚上或入睡时空腹服, 根据寄生虫的活动特点, 结合人体阴阳消长和自然阶阴阳节律, 此时用去虫药客促使虫体与病邪随打便而出, 自然饮去药移入夜空腹服, 二十一时二十三时人体肾脏最为空虚, 薄阴急疑, 同时, 空腹服药也有利于被人体迅速吸收, 安证要以临睡潜伏, 安证要以临睡潜伏, 以保证患者较快入睡, 七六经病的最佳服有时间, 张仲锦生汗论中提出的太阳, 阳阴, 少阳, 太阴, 少阴, 绝阴的御解效率时间, 分别是该阴是旺盛之时, 此时头药能借经期旺盛之时驱袭外出, 六经病御解时的上阴左前理解, 如太阳病御解时从此之位上, 为前面的时辰为四五, 因为时阳气点衰, 此不是太阳辱时, 再加上服药后还有吸收发挥作用的过程, 为时服药已不最佳时间, 因此, 柳经病的最佳服药时间是太阴病为四五时, 阳明病为深幼时, 少阳病为阴卯时, 太阳病为亥格时, 少阴病为子丑时, 瘸阴病为丑阴时, 中药不传之密中药不传之密, 在用量上, 用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效果, 因此, 在确定用量时, 您注意以下十种不同情况, 体质不同, 体质失弱者, 对药物的耐受程度差, 药量过代因发生药物不良反应, 故意酌情减量, 体质壮食者, 用量可稍大, 病情不同, 情病下药过重, 药力太过, 反伤正气, 重病下药过轻, 则药力不足, 达不到目的, 性别不同, 男性用药量可稍大一点, 女性有月经, 怀孕和不如的生理特点, 故用药量已小, 年龄不同, 一把情况下, 十岁以上儿童, 可用成人量的三分之二, 五的十岁, 可用成人量的二分之一, 二到五岁, 可用成人量的三分之一, 一岁以内的婴儿, 可用成人量的四分之一或更少, 六十岁以上的老原药量, 应低约中今年的二分之一, 四分之一, 药性不同, 凡使用毒菌裂药, 需从小量开始, 在根据服药后患者的情况而增减, 如病时已退, 即停服, 不欲则酌量增加, 配物不同, 在旺基础成中, 由主药和辅药之分, 一般来说, 主药用量重, 辅药用量轻, 如小橙汽汤与后辅三物汤, 都由大黄, 后辅至十组成, 前方中用大黄煮功下, 后方中用后辅煮力气, 单位要用于极其欧, 如用大黄中毒性菌力, 用毒参汤救治血崩虚驼, 用量均可较大, 药质不同, 如花, 也只类质地轻, 其有效成分亦兼出的药物, 用量不宜过大, 质量不宜兼出, 有效成分的药物如矿石, 贝殼之类, 药量宜重, 过于苦寒的药, 易伤疲惫, 用量宜少, 肝品质药用量可稍大, 剂型不同, 同样的药物, 涛剂笔完, 扫剂用量要重, 副方应用比单位用量要少, 鲜药用量比肝药用量应多一倍以上, 地区不同, 如用老黄发汗, 南方气候叫预热, 人亦出汗, 用量亦小, 一般用5克左右, 而北方天气较冷, 不亦出汗, 北方人体质又较结实, 故一般可用至食客以上, 炮制不同, 中药的生品, 炮制品, 鸡菜用不同的炮制方法, 其有效成分的含量也有变化, 用量亦有所区别, 如鲜冰榔切片, 冰浪锦含量高, 用量可稍小, 而干品水渐进一个月每日换水再切片, 其冰浪锦含量降低, 故用量已稍大, 本文明节中以往,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